预备 跑 开 好了朋友们今天我们来拍一个探店视频 不过这次特殊的是这个店我们去过很多次了 因为这个店长呢是我们的朋友 然后今天呢我们两个会以作为那种间席店员的身份 去这个店里应聘 然后同时呢带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店 最后呢店长会对我们两个的今天的实习做一个评价 你准备好了吗 你做过准备吗 我还是要准备嘛 我今天早上可是偷偷准备了 好那这就是内卷你知道吗 内部竞争 好走吧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探店实习 Go 对因为今天他们晚上有一个活动 然后我们作为活动共同参与方 对也有我们的丝巾在这边做展示 他们家我最喜欢的东西之一 就是这个光棍树 霸亮青旗 我觉得我这个logo还是挺有变数性的 我们在 是的 我今天来报到见习了 然后这是我的评审员 你是谁呢 他跟着你一起来见习 你是我的竞争对手 你也是 我没见过 可以可以 你今天加油吧 好好表现 已经开始竞争了 太多 就是去竞争的时候先把自己打扮的 真的 我今天有认真打扮的 你就穿一个teaser 大家看一下 来吧 评审员看一下 我的这个今天的着装 是不是 还比较符合流音的这个风格 颜色OK 但是我们就 从小有男店员 所以我得看看你的状态 就是符符符符合 这个其次嘛 当然第一印象我肯定觉得 这个好 对吧 行 先 先输了两分 一笔了 行 那我们就 开始拼真正的实力吧 先看是吧 就能拿起来的 这不就我小抄吗 但是 评审员 他现在这看哪 现在复习呢 我 预习一下 好 这叫预习 别的给顾客说错了 看吧 预习 我还说的是你是复习 预习说明你从来没学过 复习说明你还学过 你这幕后的人话太多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桌子 好 嗯 我觉得吧 就是家里没有100瓶 是放不下这个桌子 这 我现在是顾客哈 那我住99瓶房子的人 感到很 对吧 很尴尬呀 嗯 怎么办 你这 我走了 对我刚才只是问 这里啊你说这个 特别大气 尺寸是长2米8 就是能躺两个我 1米4啊 哈哈 1米4 我全是腿啊 全是腿啊 全是腿啊 好瞎人 还是他全是腿 哦 我全是腿呢 宽是1米 嗯 我觉得这个宽度就特别合适 因为坐在两边的人 不能挨太近 也不能隔太远 隔太远 隔太远就特别深处 挨太近呢 又特别拘束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社交的距离 我觉得这个桌子就很适合那种大的工作室 或者说有一些分享的空间啊就可以买这种桌子 然后它的一个尺寸也很大气 然后这个是通提 鱼木的 手感特别的温润 然后它做了这种 呃 就是展现它自然的这种纹路的那种工艺 就是有一点深的那种痕迹 拉丝的那种工艺 哇 关键词 Q到了拉丝是对的 是对的 对对对 深拉丝 我以为这叫拔丝呢 哈哈哈 我自己就很喜欢这种木头的桌子 就比大理石的要更亲近人一些 嗯 但是我作为一个顾客 如果我更喜欢大理石的呢 大理石的 哈哈哈 你自己 你老说你自己了 我就知道你心里一点都没有我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就是 顾客们 哈哈哈 大理石的没有木头的 呃 那么好 好原因在于就是 我们冬天的时候 大理石不是一挨上去有点凉吗 那个是对我们养生不是很对 哦 那我呢 那你不是早就准备好要来我们这边上去 没有啊 所以你这些词真的是 哈哈哈 到位 我说的都是我自己的 自己的感受 对 你说刚刚就表面的拉丝啊 然后还有这个木头的温啊 质感很好 嗯 可我如果是作为最开始用这种 石木家具的客人的话 对于这种疙瘩呀 虫眼呀 这种怎么办 他就是我想用 但是我又有一点建议这种东西怎么办呢 那我我就来了 这个我就会告诉他 这个东西啊 你得格局打开 哈哈哈 这玩意就是自然的味道 你得格局打开 你就喜欢了 对吧 我们现在看这几个柜子呢 叫做方物 然后你看这有六个格子 所以它名字叫做六方物 这个叫石方物 然后呢它是可以自由组合的 你看这就是有六个这样的方物的柜子 来组合起来的 方物的名字叫什么呢 就是美的不可方物 那个方物 对不对 妙妙妙 我觉得你那被作文 这就是我今天 我准备的 我准备的 好 那你想咋用它吗 这个东西啊 说用 就格局就不够了啊 哈哈哈 我就是跟它相处 我买了之后 这就是我的家庭成员 这不是为我服务的一个家具 哇 你看我现在闻到它的味道了 我就感受到它的存在了 我们两个就有一种互动 我站在这里介绍它 它站在这里静静的散发着自己的方向 这就是方物 哈哈哈 不是 你这 怎么样 这玄学讲解 这太玄了 玄学讲解 还是真实一点嘛 怎么真实 这就一柜子 木头的 哈哈哈 这是什么木头的 这个是 香樟墓 香樟墓 对 为什么那么香呢 就是香樟墓 好说到香樟墓 我们还有一个衣柜 来 放哪儿了 你这店员都不知道在哪儿 进去 进去 主要是他们这儿太大了 我们之前在上海去一个店 它用的就是你们这个柜子 哦 不是差不多的 而是就是这一款 对 当时我就闻到这个味道 哇 真的很香 哎呀好像这个是可以很多年都有那种味道的 对吧 它会慢慢散发出来 你在问我吗 我凭什么要告诉你们 你都没有说出这个柜子的量子 你给我举着 我来 这个销售我看不下去了 这个柜子的亮点 就是它是玻璃门的 就是三面都是玻璃的 然后跟我们普通的柜子就 衣柜就不太一样了 因为我们普通的衣柜都是看不见里边的 但这个就具有了一个观赏性 就是它不但具有一个储存的功能 它还有一个观赏性 就可以阻隔绘尘 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 我明白了 不能极美观 于一身的一个柜子 销售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把大家知道的东西 在天有感触地使劲多说几遍 你知道 来缓解 来缓解 你当时面对顾客没话说的尴尬 我是觉得 这种男女对这个东西视角的差异 我是作为女性客户化很吃 为了这一套 我很有画面感 就我很想把它带回家 尤其就是 挺美 你好偏 我都说不完 我觉得这里太好看了 每个东西我都能说出三四点 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家具的那个 线条和比例感就是很好 就是设计师做这个 就是他那个比例做的对 这个东西就很美学了 就是那种尺度 对对对 尺度的 拿捏什么 就拿捏 嘿哈喽 努力介绍你的 这是老板 以及设计师 我好喜欢那个门 就很有那种日本的感觉 这个桌子我也很喜欢 这个桌子就是一般的都是方的嘛 长方形的 但是这个倒了一个圆角 就感觉要温和一点 对对对对对 电动的呀 就在这儿 你可以从这儿摆一下 他们这个挑空好舒服啊 就感觉有点不太真实 从这个角度看下去 有一种俯瞰美好人间的感觉 然后我还非常想介绍的 就是这个柜子 之所以介绍 而且也是我们用实际行动 证明了我们对这个柜子的喜欢 对吧 因为我们也买了一个铜塔 放在我们的工作室里面 这个我觉得 哇设计感超棒 就是很难很难撞吧 而且你可以让它比较这样子 可能要有线条多一点 比较繁复一点 如果你想要简约一点 你还可以把整个两个门 弄到这里来 这就有很大的空间 可以放大一点的器物啊 或者书啊 或者什么东西在上面 对吧 而且它还有什么方式 诶神奇吧 还可以这样放 也好看 这样放之后呢 这个抽屉是不影响它抽拉出来的 这个呢 也都是非洲用木的 而且我看过它的那个材料表 全是非洲用木 一点钉子啊 什么金属啊 什么东西都没有 对吧 纯木头的 原木损木结构的这样 我觉得他们这里除了家具很好看 他们这个空间的设计也特别好看 我每次来的话都在这走过去走过来都很享受 就像他们这里有一个壁炉 然后但他们这个壁炉不是那种直接靠着墙的 而是作为了一个走廊的隔断这样 然后有一个空的一个地方 就有空间上一个怎么讲 有留白吧 空透感 然后有一个留白的感觉 就感觉这里到处都是设计师设计师的小型 他们把这个国际象棋上面的还做了一个这样的环 可以当项链的那个坠子 然后每天都换不一样的妻子 换不一样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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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环节是搬我们这个金南瓜奖 这个南瓜跟你的丝带还蛮搭的 我丝带就是为了的 对 我刚想问你在哪买的 好好看哦 这个打法也是为了教我的 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俩介绍的这个 大家肯定都给我看过这个 因为他们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对 他们在哪呢 他们在重庆 金山益库 对 然后他们的淘宝店也叫利物英 这个南瓜在利物英展厅已经待了大半年了 就是这个 对这个大半年了 然后这个 这个可能就是 这个都有三四个月了 待会说 这个是去年十月份到现在的 这个以前是绿的 我其实就是偏玄学派的 嗯 他呢比较偏 也不是很务实 偏就是说到顾客心坎上那一半了 平平无奇的把每一个字说在了顾客的心坎上 毫不费力的把他的钱包掏开 是的 推波助澜的让他的家变得更美 对 我对你的点评很简单 嗯 就没有我说了 嗯 我的点评也很简单 就是 嗯 嗯 小孩子才做选择嘛 成年人就想 all in 所以你们两个都可以 他的人 所以他是进南瓜角 我就乱南瓜角 对 其实我很欢迎大家来我们这个空间玩 不只是作为客人 也可以作为我们这个空间的参与者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之前是live in的客人嘛 然后跟未了的认识也很机缘巧合 嗯 关于我们的故事请看上上上上上段视频吧 对上段未了的 对 嗯 嗯 反正这个空间呢就是会给人很多的启发 你们来这里玩南瓜也可以 然后玩家具也可以 随时来我们都很欢迎 那今天晚上呢是六音这边有一个调香的活动 为了去参加了 但我在这边并不会干等他两个小时 主要是因为呃 刚刚我在这坐着的时候 然后六音的老板刘吴老师他就说 嗯 他们特别喜欢办这样的活动 让大家来到这里 尤其是在晚上来到这里 就特别像在自己家客厅一样的感觉 然后我一听说 这你这样说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真有代入感了 尤其是我太喜欢他们家的这个 这一个空高非常高的空间了 我太喜欢空高高的空间了 我坐在这里非常的享受 感觉像是入定了一晚 我度过了我的一个没有老婆陪伴的美妙的两个小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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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